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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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也没仔细看 没想到 你这个小酒馆 还挺有情调的嘛 跟姐透露一下 带你们这行的 一个客人捞多少 你想多了 这个酒馆 是我长辈留下来的遗产 对了 我不接客 也是 你都不用接客 客人都主动来找你对吧 对了 你这么早就关门了 不用营业的呀 我只是不想让这个房子闲置 才拿来做酒馆 又不是靠它赚钱 也是 你们这种特殊职业 也不缺钱的话 对吧 我再说一遍 我不做哪个 喝点什么 果汁 还是饮料 自来水 自来水都不卫生 自来水就行了 随便你吧 我带你去卧室看一下 这些是 我以前的衣服 想到你以前的衣服挺娘的嘛 不想裸奔就穿上 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都不生事啊 对了 里面东西别碰 放心吧 我对你这些隐私啊 不感兴趣 姐什么没见过 那 晚安 等一下 那个 谢谢你啊 我刚刚在下面可能说的话有点重了 你搬往我心里去 你知道吗 像我这种小女孩出门在外的 放人之心不可忽 谢谢不用了 互相帮个忙 对了 以后别再教我 那 那个了 你是个好人 晚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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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没事的 同意 不要庆蕾 你要做难倒 第一 第一 带个 睡觉 假的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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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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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